2021年7月22日光之兄弟群体大转变升级考试与毕业证书传导莫尼克马修译者卢颖 地球的孩子们,圣光之子们,我们向你们致以充满圣爱的问候,目前人类正在参加期末考试或者说升级考试,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你们应当如此看待自己的近况,你们在数千年间一次又一次转生,就像来到学校里上学一样, 不过这种学习和你们在世俗学校中的学习不同,人类的世俗学校有点愚蠢,对不起,我们不想评判,只是在观察,总之你们一生又一生地获得了一些认知,在圣爱方面有所成长,体验到了许多东西,现在终于迎来了这场终极考试, 你们的行星将不再以三维频率振动,它的这个周期就要结束了,请你们再多一点耐心和勇气,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没有人会给你们打分, 要由你们自己认识到你们的存在状态和行为表现如何,认识到你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而在哪些方面尚未成功,你们还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在你们看来也许很长,但与这场规模宏大的模式转变相比,留给你们的这段时间还是很短暂的,你们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对自身内在进行大清洗,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 而不要为了自己做过的某件事,某个糟糕的经历或表现而自责,懊悔,以你们现在的意识状态,当然会表现得更好,但从前的你们并不具有这样的意识水平,因此要接纳自己过去的一切,今后你们的意识水平, 行为表现,身体状况,情感状态还会发生许多改变,不过这些改变不会一蹴而就,要允许事物有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你们将会完全意识到自己之所事,不只是做为地球人的所事,你们对自己所有生事的记忆都将逐渐恢复, 那可能是一个闪念,一种感觉,一种笃定的知晓,你们会知道自己这是在为大翻转做准备, 有些人将无法通过这场升级考试,要么是不适应,要么是能力不足,他们将无法经历这场大翻转, 正因为要对人们进行考验,有人可能觉得这些考验不公平且过于艰难, 所以目前圣光力量与暗光势力在进行激烈的较量,你们得通过这场重要的终极考试才能进入过渡世界, 而陪伴你们进行这场考试的既有暗光老师,又有圣光老师,暗光老师的任务是干扰你们, 设法阻碍你们,让你们心神不定,无法通过这场大考, 圣光老师则在给你们提供建议,不断对你们说尽管你们有时感知不到, 你能行,你内在有着神圣觉知,运用这神圣觉知吧, 你们此时正在面对的,是光明与黑暗在你们内在和外在的较量, 希望你们不要听信暗光老师的谎言,而要听从圣光老师智慧的话语, 这的确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一个完结的时期,这是你们在三维中所有生事的完结, 有些人本不必在此时转生于三维,因为他们早已在另一生中通过了这种升级考试, 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圣爱,是为了帮助他人而选择重新参加这场考试, 他们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灵性层次或意识水平, 但选择转生于三维,体验三维的经历, 陪同其他人通过这最后的考试并拿到毕业文凭, 莫尼克,他们让我看到一张大大的金银色的证书, 上面用明亮的字母写住每个人的名字, 你们的名字将被写在上面, 你们将拿到证书以进入过渡期,进入过渡世界, 不过要想顺利拿到这张证书, 你们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自由, 只要坚持下去, 很快圣光就将完全照亮你们的意识, 假如功亏一篑, 你们会感到非常遗憾, 祝福你们成功通过考试, 拿到证书并如愿进入美好的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